第17题 小伟将一个皮球以V的速率撞墙 反弹出来的速率也是V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皮球本来是用V的速率撞墙 反弹了出来的速率也是V 一个进去一个是出来 虽然大小一样 但是方向不一样 表示有加速度 所以表示有受力 所以A说碰撞过程中 皮球主要是受惯性影响是错的 惯性就是不受力的 可是这个题目是有受力 所以A是不对的 B整个过程中皮球没有加速度也是错的 虽然我们的进去速度是V 出来的速度也是V 但是呢 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因此它表示有速度的变化 也表示有加速度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墙没有动 所以表示墙没有受力 这当然是错的 皮球会去撞墙 所以当然是墙是有受力的 只是因为摩擦或等等的因素 是它没有动而已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 皮球与墙所受力 方向相反是对的 一个是皮球对墙的受力 一个是墙给皮球的力量 那么两个叫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所以选项株是对的 第17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 皮球与墙所受的力 方向相反